对于普通家用车发生车祸,事故不严重,赔偿款也就是几百块钱或者是一两千块,严重一点也就是几千块钱,而对于豪车真的是让人煽不起,豪车的价钱不仅贵,维修费用也是贵的要死,腾个西都要用原厂进口,而且价钱也是贵的夸张,金额都是五位数起步,现如今呢,穷人撞到豪车的事故并不少,对于这种事故一旦发生,就会有一个家庭面临着破碎的可能,毕竟豪车的维修费用可一点都不便宜, 甚至是干半辈子都不一定能够赔得起,那么撞了豪车赔不起咋办呢? 交警表示,如果有保险的话,就要第一时间让保险公司过来进行交涉,如果保险不够赔,剩下的自己还赔不起,那么司法部门就会介入,他们会看你有没有什么资产进行拍卖的,如果没有什么资产可以变卖,那么可以日后进行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赔偿 而交警表示,不想让自己面临撞豪车赔不起的风险,最好的办法就是购买一份全险,并且赔付金额不低于一百万,如果只购买一个交强险,别说撞百万豪车了,就算是七八十万的车被你撞上去了,你也赔不起 所以说买保险是最好的办法,而那些摩托车或者是非机动车驾驶员,能够买保险就买保险,没办法买保险,就老老实实地遵守交通规则,否则出了车祸,交警也帮不了你 感谢观看